同学们,大家好 又到了一年的最后几分钟 我还挺激动的 等着跟大家一起度过跨年的时刻 2023年怎么说呢? 好好坏坏的,总是过去了 对我个人来说尤其是 因为是本命年 就各种不顺的事情特别多 还是不说了 因为我们的逻辑是 就算过去一年 有些让人失望 那也是世界的错 不是我们的错 在新年来临之际 我们要的不是展望未来吗? 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要尽量记住那些好的事情 珍惜那些值得回忆的闪光时刻 这样才能让过去的这一年 变得值得回味 而让那些阴郁的 不顺的事情 变得不值一提 只要有几个开心的时刻 那过去的这一年 便不虚度 这几年 我没怎么放新课 所以不是由很多同学关注 但是还有同学 能坚持到跨年的时刻 来收听我新年的Lesson 1 第一课 想来都是老朋友 既然是老熟人 那我就随便一点 因为我知道大家想听什么 肯定是老传统 想问一下明年的挂项 好像是去年 我就说别算了 作为唯物主义者 我们不谈预测未来 我们最多只能谈推测 推测有两种 一种是根据我们以往的生活经验 进行路径依赖 一种是根据我们中国的统治逻辑 进行演绎 那么根据这两种方法 未来会怎么样 看都看见了 有什么可算的呢 在这种大环境里 我们能做的 只是无事心能定 有事心能静 好多人都说 看不到未来了 那是因为 他们看到了未来 但是这几周呢 不停的有同学 在微信上问我 明年的挂项 问得我也好奇了 那就算一挂吧 好吧 2024年的挂 是对挂 对是先天八卦 对为则 由挂 由对上 对下 组成 坦白说 今天我开了这挂以后 直接把我自己 就给整不会了 因为这个挂项 显示的 比我想象的 要好很多 看来明年是一个好年 确实值得一算 对挂很吉祥 它是周易64挂里头 唯一谈到了喜悦的 挂 只有这一挂 谈到了喜悦 对 就是喜悦的那个悦字 去掉树心旁 就是对挂 对挂的挂词叫 亨利真 最吉祥的是前挂 原亨利真 四德 但对挂里头 自己就有亨利真三个字 亨 是说明年会很顺利 利于坚持下去 对挂的利真 它是小利真 它不是大利真 换言之 这个挂对我们普通人 是有利的 因为赞德 亨通顺利 利于真问小事 什么是真呢 真是指正确的原则 简单说 明年你只要坚持正确的原则 去做事 你就会顺利 那 什么是挂所指的正确原则呢 我们先根据北宋邵雍的观点 整体的了解一下对挂 邵雍说 得此挂 多喜庆之事 人情和和 坚守正道 否则犯灾 强调两点 一点叫人情和和 一点叫坚守正道 所谓人情和和 是指明年你如果遇到了困难 要善于求助 你遇到困难 求助的时候 明年就总会能碰到 有人肯帮助你 来帮你解脱这个困境 所以明年的整体运势呢 是有合约的气象 但是遇到的事情呢 从来就我们日常也是 没有全好 也没有全坏 都是有习有忧 而对挂这点上特别明显 你明年遇到的事情 都是有习有忧 有欲有机 什么叫有欲有机 就是有夸你的 也有骂你的 而最终能呈现的结果 是看你是否能在操手上自律 因为少庸老师说啊 此挂是六冲挂 这个六冲挂呢 它比较特别 如果你做的事情 特别顺利 你觉得做起来毫不费力 那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就抓住这个方向 一直做下去 就会事实顺利 但是反之 则不然 你就易于立刻停止 就你上手就不顺 那你立刻叫停 六冲挂呢 没有大起大福 但是容易犯金钱与女色之害 少庸老师怎么说啊 但我觉得等于没说 因为你啥时候不是 就这两个问题出事 对吧 金钱女色 前面说 力真 明年的核心是 真坚持正确的原则 什么是正确的 我们打开挂的六摇看一下 就知道了 第一摇 初九 核对 急 白话说 就是要和善的对待别人 吉祥 那现在这个社会力气这么重 你和善的对待别人吉祥 这都不用说啊 这是第一摇 接着 九二 服对 急灰王 这个也好理解 什么是服对 服就是诚信 诚信 就是要讲诚信 你不光要和善的对待别人 你还要诚信的对待别人 吉祥 其实我们平时也是这样的 悔恨就会消亡 灰王 为什么会有悔恨消亡呢 因为在这一摇里啊 九二 位居中 是阳 很急顺 但是如果不当位 施位 就会有悔 就是你做事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悔 但是呢 在以诚信为前提的情况下 你就能吉祥 保持诚信就吉祥 如果不诚信 就不吉祥 我们古代的这个 这个易经啊 还是一个就道德色彩很强的东西 他的毁王的意思是说 如果在你明年做事的过程中 出现了损失 但你自己保持初心了 保持诚信了 那么即使有损失 你也不会有什么后悔 看来 这个真 或者说明年坚持的原则 就是一个诚信 然后第三摇 六三 来对 凶 来 来是看 去是够 他这个来 是谋取的意思 也有迎奉 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的意思 对挂比较有意思啊 我们平时做事叫万事开头难 但明年这个对挂呢 正好相反 他明年的事 开头容易 上来就是吉祥的场面 初九吉祥 九二吉祥 有悔 但用诚信仍然保持吉祥 但是这个结果 到了六三 就不一定吉祥了 就是明年这个事情 六三与上六不相应 不得其正 所以最后这个结果会有凶险 白话说 为什么会有凶险 因为你明年所进行的事情 这个六三与上六 是指你要做的事情 和能决定 或者帮你做这件事情的人 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 人与事之间出现了矛盾 很多事很难说 对 错 只能说什么时候对 什么时候错 什么时候办对 什么时候怎么办错 所以 这个理不顺的关系 就成为明年的核心 如果存心讨好 就是说来对 你要谋求 存心讨好 过于迎合 则结果为凶 因为六三本身为不当位 所以你怎么做都会有麻烦 因此 结果取决于 你是否能谨言慎行的度过 在理顺这个人和事的关系里 你就会遇到很多问题 遇到问题 显然我们需要经过反复的切磋 虽然结果上看 都是冲着好的去的 但不一定能确定落下一个最终好的结果 这是第四摇反映出来的挂项 因为第四摇是 九四伤对卫宁 借机有喜 就是说你要进行的这个事情 要反复沟通 在这个沟通过程中 很多问题被解决掉了 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最终的那个结果 不一定能彻底落实下来 而且这第四摇的解呢 邵勇老师说 如果你有些长期困扰的小病 在明年会不吃自愈 总体说 明年的这个对卦是历官不历商的 就是它有利于读书啊 学业啊 升迁啊 婚配啊 等等 但不太利商 只能说有喜悦 但不一定能挣到钱 因为这个卦中有反复之项 只有冲过去才行 不然就是白折腾 对卦这一卦呢 它最早确实不给老百姓算 它是个政治卦 是用于统治者做文治决策用的 对在正西方组合 文王说 这个对卦要解决国家关系的分歧 要在反复磋商中弥合 九四虽有反复 但结果还是好的 所以项约 九四之旗有庆业 就是说 最后这个结果还是值得庆贺 九五 浮于波有力 这就是一个提醒 你做的事情如果做不成 那就会减损你的信誉 形成恶性循环 则有力 诚信被削弱 则有严厉的局面出现 特别是防止 在这件事情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不讲诚信的合作者 你显然会陷入凶险 一旦这个合作的诚信被削弱了 就出现很难控制的局面 最后是上六隐队 想约上六隐队为光也 这个结果是怎么说呢 这个结果说 明年的事情 没有急也没有凶 因为这个结果可急可凶 做得好飞龙在天 做得不好则龙占于也 因为只有两方的关系 但是主要原因在于隐队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 没有急没有凶 都有可能的结果呢 就是这个隐队 因为你这个喜悦的结果 要靠牵引的力量 而上六是阴阳 实力不足 又在中止位 就是事情已经接近尾声了 说明你能选择的路也不多 也可能除此之外并无选择 明年的挂 整个挂的核心 就是九五与上六 换句话说 就是处理好人与世之间的关系 处理的好就是急挂 处理不好就是凶挂 好了 理论讲完了 剩下的大家就自己结合自己的情况分析吧 今天卡的非常准 新年快乐 到了 2024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